柯文哲和蔡英文经双双出席客家一名加年华 不过两人在台上却是零互动 双方不仅没有交谈 甚至就连眼神都没有交集 图被市府提供分享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到交大参加直播开讲 却语出惊人的表示 因为台湾国民素质不够 才会选出这样的总统 所以即使他出来选总统 也会因为这样选不上 遭外界解读是在暗奉蔡英文总统 对此柯文哲经出席台北客家一名加年华 会后受访时却酸说 怎么不说我暗奉马英九 柯文哲和蔡英文经双双出席客家一名加年华 不过两人在台上却是零互动 双方不仅没有交谈 甚至就连眼神都没有交集 柯文哲说要互动另外了 不需要在这里 实际上柯文哲应频频炮打中央 两岸政策又不同调 让柯文哲和民进党近来关系紧绷 民进党有不少声音要求 2018台北市长选战自推候选人 如今传出柯文哲约了一名蔡英文核心幕僚会面 该幕僚则劝柯文哲立即不要损人 对于到底是和哪位幕僚会面 柯文哲为正面回应 最后更反向媒体 我为什么要你讲你哪一台的 此外对于前行政院长江一话准备单车环保 被外界解读是在备战台北市 柯文哲则说 你怎么不说是在练身体而已 有空去环保一次也不错